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民 是期待在蓝绿之外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第三势力的政党 到底要如何的走向下一步 我认为这是非常窃提 也是非常大家希望能够看见的 所以今天的研讨会 我也希望能够成为 在座的所有的第三势力的政党 是在未来十年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础 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 然后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选举 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 我们选举失败的次数非常多 就远超现场所有的其他政党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让台湾的政治结构 都是台湾党在进行 这样子才能够有真正的监督 我们需要第三势力站稳监督的角色 如何去凸显 什么要投给小党的必要性 不要放弃任何人 我们第三势力就是要努力地去说服 更多的人认同一个理念 愿意去支持你 是不是要有政治明星 政党才能够生存下去 到底这样的一个基层草根的政党 我们的政治工作是什么 每个小党的背景跟重点是有差异的 可是我们都在这样一个 多元政治的环境当中 去探讨这个存在跟发展的可能性 到底应该要追逐神良 还是应该要生根议题 要一人专断 还是要集体领导 当时代力量带领的一群所谓的明星队 走到了立法院 再打造一个最大的明星 让他成为了时代力量的看板人物 可是很快的 刚才提到的明星队之间也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 最后这些落居下风的人 他们就选择了离开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服务 才能够寻求他的支持者 我们未来有没有透过公共服务 或是公共政策的推动 让他们知道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做的选民服务 当我们唯有能够处理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就有可能有助于第三势力的发展 也能够更加坚强 也能够更加重装